你先 我玩过你先 歪嘴战神 紫木龙王 好看吗 嗯还行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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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目是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的 正不安之宝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今天这节目很好 正龙王 是什么情况 我只能做一 啊 你什么情况 大哥 我只能做一 你做是你的努力 而你的努力不见得会得到这个结果 我只能做一 现在看好像很没智商啊 你只能做一 嗯 满分之五 所以你刚刚那个动作不对 你知道吗 我们换个话题 对 那这个专访看之前 能不能过来是中高要告诉小刘老师吗 你保重啊 保重 嗯 我最近没晴挺重的 在这个双地神探的王大宇 毫无求生理 但凡吧 花在其余队的心 分一点点女朋友也不会这个样子 那是这样的 方式不一样的 我觉得对师傅呢 是那种师徒情 我这个想跟师傅学习 所以可能就是在工作方面 脑脑比较快 在感觉方面 说重点 就就比较 比较木论 说重点 重点就是不一样 你们都没你们问的什么问题 因为他上进 对对不对 对上进 因为徐队是他领导 对对他的工作是不一样 他是有理想有报复的人 对 有伤进心的人 对的 对的 是什么的 涛哥算是平台还是 不是剧组的 前三个并列第一位 平台 制片人 还有对手演员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一定要有 一二三四五 最吸引我的是平台 因为我上一部戏是十年前 花开半夏 然后是对手演的 因为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是我们在一个庆宫宴上 然后他出现我就很尴尬 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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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你先你先别接 就是很震惊 因为我没想到 哥哥的这个 儿子这么大 很震惊 我也很挺期待的 我跟升哥一样 他跟我说了 我也在分析 我也分析不出来 特别透彻的 那个什么 我真是这么想的 你也是十年前有一部戏 不 因为 因为跟芒果也是第二次合作了 包括升哥 就是 通过第一次五年前六年前的相遇 就又合作出面神探了 大哥 你缘分的 没有啊 我本来放在病列第一 就你不让 是你把剧本放在最后 哇 就是哥你儿子这么大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那个时候不怎么说话 他很乖的 那时候 现在也是 后来不这么觉得 我所谓的很乖 就感觉像书呆子一样 但是后来完全想想 就他处在一个 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 且非常火力四射的一个年纪 就让我很羡慕 没有每个年纪 有每个年龄的状态 什么年纪 就是年轻 就是我刚刚不是打点打在这儿的 想清楚再说 没没没 不是你不要摆出一个被 你平时怎么对我 哈哈哈哈 你自然一点好吗 哎呦他平时这么对我的 我都打电话给这个 你控制一下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当时因为是角色嘛 就是可能在王大宇里 还没有走出来 但是你看到就是圣哥的时候 你当然觉得他多少岁 一直这么年轻吧 我觉得 人家问题是看到我觉得我多少岁 我三十出头 那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一个刚刚被打的 孟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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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发现能不能看到的 差不多 我们可以加微信 哈哈哈哈 在这个距离 大家两位是演师徒 那如果说我们二大一 还是师徒吧 师徒呗 不然演什么 掌门啊 为什么我是魔王 为什么一上来就是我是魔王 我哪里长得像魔王 对不起 是不是牛魔王 牛魔王 你不是我说的 我姐说魔王 你们就是让观众看一下 我们两个人谁像牛魔王 我 这不是牛魔王 我说完了吗 非得把这词说出来 今天我看到有个话题到一枪遮半腰吗 你要是表情不能合照 我小刘老师知道就等 是不是等 什么意思啊 因为到林老师的这条路 是林总 你绝对看不通 怎么看不通 他那个 哦 哎 你说得不怕走火 哎 那些人的现场可以来测量一下林老师的腰额吗 我自己来吧 你不要测一下 我帮你看 76 76 76 这不是坐着的吗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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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我不许太老气了 绝对 我觉得战神说的对 它经常都被打拼爬年 脑袋身高严重vic伺 甚么意外 头大 头占了上升公关 是吗 对对对 很难吵笑 不是大 我都都注意一下 这怎么注意 以后就把比如说肩链宽一点 可能就会显得头身皮会 鞋调一点 两个60的 哇 你怎么了 我胃不行你吃 好不好 好 我闻 行 方便面 干脆面 你吃个东西有那么多事 这是吃的吗 知道 就是没有嚼的过程是吧 直接就下去 固体液体 火动 是吗 我猜对了是吗 对了 脸 对啊 我是不会玩啊 有没有默契 冷冷的平衣 在脸上 乌乱的泡 据你们对最大的了解 如果是今后两个人要做一个合伙人的话 你们觉得做什么是一定不会坑的 我觉得我给你升哥开车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战神你好好聊 昨天晚上没看提纲吧 帮帮我 就救我 开个表演片训班吧 他说我都没听见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啦